他去戒 然后呢 这个尖和侯 尖和侯是个什么人呢 有各种的解释啊 有些人就说 他是什么智力 这个什么和啊 什么 但是这个另外有一个书啊 汉代有个书是 说月啊 是那个流向 流向编的啊 流向 你们学温学史知道 提到过这个人吧 对吧 流向 其实是那个时候 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学者啊 一个呃 编了很多的古书啊 这个 比如说你们现在讲这个战国册啊 战国册这个书 其实就是他编定 因为有很多很多篇啊 战国册里面这个到底 战国册 我一直很那个的 战国册这个书到底怎么看啊 你把它看成是这个先情的书 还是看成 这什么时候的书啊 流向 流向的这个书院里面呢 他讲这个奸和侯就是魏文侯 他他引的就不是这个奸和侯 是魏文侯 那我们不管吧 不管是什么人 这反正这是 呃 总是一个一个一个身份比他高的人啊 有有有有财有势的这样一个人 然后说 剑和侯就说 好的 我可以 那个 他去问他戒迷嘛 然后他说 好的 我马上就是从我的这个彩艺里面啊 得要得一斤了 得了一斤之后呢 我借给你三百斤 那这个怎么样 庄子一听 愤然作色 愤然作色 大家就不高兴了 脸色马上就变了 庄子很有意思 脸色就变了 然后下边他 下边你们 我请你们一定要注意 这个就是庄子的一个 你看起来是这样的 那你看多了以后 就是在他最基本的一个态度啊 很有意思的 就是他愤然作色很恼火 但是他不是劈头盖脑 就回骂他 把他骂一顿的啊 他马上讲了另外一件事情 基本上用这个话来讲 就庄子是 都是讲另外一个故事啊 这个这个方式 我觉得就是一个文学的方式啊 他不是 他就讲故事 他说 他说 他根本不谈 他说我昨天来 昨天来 有忠道而乎 就是有人在路当中啊 就叫我 我回头一看那个车泽 车泽大家知道 因为古代那个地 没有像土 那个是泥地啊 对吧 如果那个车 我上次讲到那个陈平就知道 他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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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的 他的怎么讲 其实不是他的 老丈人啊 是他这个 是他太太的 那个寡妇太太的 前寡妇 后来成为他太太的 那个呢 爷爷 张富 张富看陈平 就是门前有 有什么 长泽 这个车泽的印很多啊 就是有很多坐车的人 所以他知道这个是 这个车泽就是 怎么会形成车泽 因为那车 车就在泥地上走以后 他都会有那个压下去嘛 有那个车泽印 如果那个车很重的话 当然就会很深了 所以他看到有那个车泽印 有富鱼 有那个鱼在那 这鱼是什么 大概就是那种鲫鱼一类的东西 周就问他了 庄子就问他了 他说 你怎么回事 那子何为者也 然后说 我东海是波城也 我是东海 东海是波城 就是东海你的鱼了 这个君旗有陡生之水 而活我在 你有没有陡生之水 就能把我救活了 就能活我的 这个庄周就说 他说好的 我马上要到南方去了 到吴越游水 吴越之王 要到那个地方去了 即西江之水而引子 我把西江之水引来 因为南方水多 把这个水引来 怎么样 这个富鱼也愤然作色 也发火了 其实就是庄子的愤然作色 他说 五是我藏鱼 藏鱼是什么 藏鱼就是水 鱼就是在一起 和你在一起 陈改革这个电影 和你在一起 他经常和什么在一起 水 鱼而离不开水 藏鱼就是水 我无所处 我没地方待了 我得陡生之水 然后活儿 君乃言此 成不如早说我 与枯鱼之事 这个故事可能大家也都知道 本文就是这个外物片里 庄子外物片里 就是这一段 他就是说 你只要有 我没地方待了 你只要有陡生之水 就可以活我的 你现在跟我讲 以后这个什么 把西江之水引来 你要到南方去 把西江之水 无悦之地去 把西江之水来引我 引过来 这个来救我 你到枯鱼之事 我肯定就没了了 人家再到渔市上去卖了 挂在那儿要卖了 你到那儿去找我吧 那时候也不一定挂 就可能摆在摆在那个摊上 摆在摊头上 就这么一句话 那么这个实际上意思就是 就是对这个监和侯 或者魏文侯的回应 对不对 他说你以后 等你收了这个一斤 再来借我三百斤 庄子的意思恐怕就是 我早就饿死了 所以你特别注意 庄子讲这个非常有趣 就是说庄子这种风格 它不是直接来跟你回应的 它马上是讲一个故事 来传达自己的意思 传达自己的故事 这个就是所谓的预言 我觉得这就是一个 一个文学的言说方式 对庄子来讲就是个预言 我们现在预言 当然有我们的定义 有很多的说法 但是庄子的预言 其实 庄子里面有预言这一篇 有一篇预言篇 预言篇里边 它讲什么叫预言 就是界外论知 界外论知就是什么意思 就是借另外一件事情 来讲这件事情 我要谈这个事 但是我从别的地方 开始讲此 这个就是界外论知 就是预言 所以庄子这个小道 这种对话 就这一番对话里面 它实际上是运用 这样一种方式来讲的 大道很多的篇章都是这样 所以我当时就提到 你读这个逍遥游 逍遥游谈什么 人怎么能够逍遥 或者说怎么能够自在 怎么能够自由 这个张太炎说 逍遥讲的就是自由的问题 这个起舞讲的就是平等的问题 这些了不起的大人物 都是有一些 真理都是简单的 他用最简单的方式 来跟你们这么讲 当然这里面有许多可以讨论了 其实不能这么 两个字就把这个解决掉 但是他谈的是逍遥 或者自在 或者自由都是这样 但是他跟你开始谈什么 北名有欲 其名为困 困之大 不是几线利益 冰头转向 不知道讲哪去了 然后最后我给你绕回来的 最后我给你绕回来 他很多的篇章都是这样的 秋水篇 秋水篇你们原来应该都读过 中学课本里还有 中学课本里面只选头上一段 所以就那个 他先跟你讲这个什么和薄 什么海若 北海若 怎么回事 所以他都是绕了一个圈子 所以那个一开始我想 欧永和一开始听他那个话 也肯定愣掉了 他一开始说 我昨天来看到车子里面 有一条鱼 这个鱼叫我救他 什么意思 听到后来明白了 后来一早讲到最后才明白 我想这完全是一种文学的方式 完全是一种文学的方式 那么第一是穷 这是没有问题的 那贫穷或者困穷 这没有问题的 还有呢 他里面还有很多其他的这个信息记载的 比如说 庄子他怎么活 然后根据这个史记的记载呢 他说曾经他做过这个七元粒 七元粒 这个大家知道这个官和粒是不一样的 我不知道上次提过没有 官和粒是不一样的 官和粒是不一样的 粒是小粒的 卢江福小粒 孔雀东南非里 那小粒 小粒这个没有什么身份的 这个肯定就是个小官了 我们现在理解就知道是个小官 麻烦了就是这个七元 实际上也还有不同的说法 都不清楚甚至 有的人讲七元就是个地名 就是个地方 这就叫七元 他在七元做小官 还有一种说法讲七元什么 就真的是那个七宿园 就是七宿啊 种那个七宿 七宿的一个园子 这个是有不同说法的 不管怎么样 他就做个小官 但是这个呢 恐怕这个在庄子这个书里呢 似乎也没有 就这部书 司马迁史记里这么讲 那庄子这部书里 实际上看不到 他说做这个什么 做官的经历 或者说 哪怕管这个七元的这个经历 是看不到的 里面是讲他庄子干什么呢 倒是有的 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个列宇扣片 杂片 差不多到最后了 列宇扣片 列宇扣片里面那一段 也是非常有名的 就是这个 这个宋人有朝商者这一段 庄子呢 这个现在到现在闹得不亦乐乎 大概有两三个地方争论 讲庄子到底是哪里哪里人 现在都真 这个什么安徽 河南 好像都有真 但是庄子在那个时候呢 我想他是宋国人 他是宋人 他是宋人 他自己生活的主要 他自己应该是宋国人 跟孔子的祖先一样 孔子祖先也是宋国的 他说是这个 因为就实际上 他是同一个国家那里呢 有一个人叫这个曹商 他为宋王死秦 到秦国去猝死 去的时候呢 其王也得车速胜 得车速胜 这个是大家要知道的 这个得车啊 不是说得几辆车 还有一些随从的 对不对 车上他是有一定的规矩的 这个御则啊 什么人啊 侍从啊 大概有一些人的 得了几辆车就去了 王月之 这个王是指秦王 不是宋王 秦王很高兴 一车百胜 这个给了他 这个一百辆车 这个话呢 我觉得都不能当真的 恐怕是不可能的 这个秦国呢 当时号称是万胜之国 万胜之王 万胜呢 恐怕也是 我不知道啊 这个万胜 万胜就是说 如果真的是万胜的话呢 他一下子把国家的十分之一给他了 那百分之一的吧 百分之一给他了 百分之一给他了 这个 有点 不太能相信的吧 对吧 不太能相信的 反正就是说 他是得到了很好的这个 回报啊 这个说明这个秦王非常高兴 他 他回来了 樊与宋 回国后见庄子 那非常明显 庄子是在宋 如果你把这个 读成一个确切的历史的信息的话 庄子是在宋国生活的 回到宋国 见到庄子 那这个曹商这个老兄啊 也是一个非常 这种上海话讲 非常戳客的一个人啊 非常戳客的一个人 这种时候嘛 他这个 得意的就去找庄子 他讲的话也是非常恶的啊 他说 待在穷履爱相 穷履爱相 就是穷街漏相啊 我们现在画上海话讲 就是说你待在夏之角 住在乌仲国 住在乌仲国呢 这个困窘之旅 日子没法过了 靠置草鞋为生 这个 好象皇国 好象皇国什么 这个象就是头颈啊 国是面侠啊 就是说 那话就是面黄鸡兽 就是你住在这个夏之角 吃草鞋为生 面黄鸡兽 伤之所短眼 这个 是我的短处啊 这是我的短处 但是一无万圣之主 我能够让万圣之主 睡动万圣之主 而从车百胜 伤之所长也 我的长处是在这个地方 反过来当然就很清楚了 就是说 你过那种很困窘的生活 这个是你的长处 这我是我的短处 因为任何事情都是比较而言 庄子这个书里面 我们后面讲到你读秋水 读秋人都知道 他认为世界上任何事物 都是比较而言的 不是绝对的 所以他想 这个是我的短处的时候 意味着也就是说 那是你的长处 当我说这个是我长处 意味着就是说 你那个是短处 他这个话当然非常 很不够朋友 就是说发达的朋友 千万不能这么做 否则如果现在这样做 会引起很严重的公关危机 不能这样做 然后庄子也很有意思 庄子就说了 你看他也是这个方式 他不直接回骂他 他就跟他讲 他说这个秦王有病遭医 破庸溃缩者得车一胜 适至者得车五胜 所至欲下得车欲多 子其适其至焉 他就跟他讲这个东西 他说这个有病 一般身上有个锅窗 你给他治好了 得一辆车 你给他舔他自床 那就是得五辆车 你现在得了一百辆 你干什么 那如果是适至的话 也恐怕不是一次的问题 所以所至欲下得车欲多 何得车之多也 子行仪 庄子这个地方 其实非常有意思 就是说 你也可以看到 他同样的方式 他都不是直接去讲的 他直接去讲 不是跟你直接来的 但是你也可以看到 他基本上是一个对应的 就是压力越大 他的反弹也越大 就是说你非常的 说克拉 讲的话很饿的 他讲回去的话 也是很饿的 这个都是对等的 对等的 所以这个我们知道 起码就是说他穷 他这个 他这个 治草鞋为生 面黄肌瘦 住的地方也不好 是这样 那很多 但是他基本上 你可以知道 他这个嘴是不劳人的 我用谈的更高一点的话 就是说他是 他穷 但是他有尊严 像总理说 要让我们的人民活得有尊严 我想这个总理的意思 不是说我们都要很穷 然后有尊严 是让我们富而有尊严 所以下面就是要让大家富起来 我不知道五年以后 是不是会富一点 这个 所以他很有尊严 你看他这个朝上来挖苦他 他就很严厉的反击 下面还有一个故事 我请大家看到三木片 三木片 三木 三木里面的庄子有一段是叫 就是第一句是叫 庄子依大步而补之 正邪纪旅 而过魏王 大步 庄子去见这个 卷子 见这个魏王 魏王就是魏国的这个国君 去见魏国国君 他说穿着这个大步去见魏王 正邪纪旅 而过魏王 这个大步什么 大步不是那个 就是说是粗布 不是粗布 就是这个很粗烈的 而且呢 这个布是粗 而且呢 他补过了 是补过了 不是没有补过 然后呢 这个去见了魏王了 见了魏王以后呢 魏王一看他这个样子 确实他 这个和前面 这个粤语扣篇对应 可以知道他生活是比较困难的 前面是讲他这个 面黄之首 这里说他穿的衣服很差 庄子 魏王就很有意思 他讲这个 何先生之背 背 就是我们现在这个疲惫的背 那你怎么这么背呢 不是我们现在 不是我们现在那个背 背运的背 你怎么这么背 我知道 实际上这种字你知道 是很难翻译的 这个 你一定要说这是个什么意思 当然也可以 现在有庄子很多这个 译著 我不知道陈古印是怎么翻译这个背的 他怎么翻的 你们有拿那个 他你怎么这么背呢 庄子说平眼 非背眼 庄子很厉害 这个地方庄子就不一样 他马上反应很快 他说我这个是平 不是背 平也非背也 是有道德不能行 背也 一臂履穿 平也非背也 此所谓非朝时也 这个里面大家记住 很重要的一点 在辩论的时候 两个人辩论不清的时候 你要抢夺话语权 首先做定义 因为你说 那人说你怎么背啊 他马上说 这个不是背 是平 什么叫做背 背他马下定了 是有道德不能行 不招实 就是不打 那就不能够 这个施展自己 用那个话来讲 这个东西就是背 什么呢 像我这样 一臂履穿 衣服很破 鞋子都 都都都 怎么这个 我不知道那个草鞋 可能本来就是 鹿脚子的 鞋子都破了 衣服鞋子都是破的 一臂履穿 这个才叫平 这个这个 这个是叫做平 所以我这身 打败 穿着破破烂烂的 这个麻鞭 记着鞋子 穿着初步 衣服 还打着补丁 这个是平 不是背 这是先下定义 定义重新 下一下定义 你看那个以前辩论赛 你们现在已经不流行 多少年前 他们很致敬 辩论赛 辩论赛 我也不怎么看 我看的时候 我就看他们的笑话 两边吵 吵到最后 但是我也发现这个情况 就是两个人辩论 辩论不清楚的时候 他比如说这个过程 有一个小时 一个半小时 当中肯定会有 两方 双方肯定会有人起来 说我们现在 重新把这东西 借进一下 他都会对这个 一件事情 重新下一个定义 重新下一个定义 这是一个方式 所以庄子来讲 但是下面你看他讲 庄子基本上也是这样 他不是跟你讲道理的 他马上又开始 讲一个故事了 他讲什么故事呢 讲这个园 藤园 又讲猴子 庄子比较 庄子低 动物里 我觉得低 植物里最喜欢讲树 比较讲树 他不太讲草 不太讲别的 动物里 最喜欢讲猴子 还有一个朝三目四 也很喜欢讲猴子 所以他讲猴子 这个比喻 猴子说什么 他前面不是说的 这我意思 你们去看 比较长 我主要不是讲 他这个猴子 猴子他就说 在他合适的环境里 他可以上下左右 这个闪转腾挪 非常自如 但是如果不合适的环境里 这些树都是非常的 都是那些荆棘 都是非常那个的地方 他怎么 他非常紧张 那他就施展不开 就是说他实际上是个外在环境 是什么样的植物 那些大树 在这个当中 他可以非常的自如 但是在那种 那些荆棘 很小的那些植物 有刺的 带刺的那些植物当中 他可能就 就没有办法施展 所以他庄子的讲 就是处事不变 为主以乘其能也 事很重要 这个事是非常重要的 我们讲要因事利保 都是这个事 这个事是一个环境 一个条件 这个事 其实这个 庄子比较喜欢讲事的 儒家里面 他有的时候经常在讲实 实实际上也是一种事 不同的这个境遇 不同的点上 那么他就是说 讲了 举了这个猴子这个例子 我最关心的 其实不是他 他讲这个我不出意外 不意外 一点不意外 我觉得这个庄子 有意思是 我在这里面看到 庄子有点失控 庄子确实他心里面 还是有 不是说真的 你不要以为 他是一个很 怎么讲 很超脱的人 就是一切都能看淡 他的愤怒 在这里面可以看出来的 看出来在什么地方 你看最后这一段 他讲 金处昏上乱象之间 而欲无备 岂可得焉 此笔竿之间 抛心 郑贤夫 金处昏上乱象之间 而欲无备 岂可得焉 就是说 你在 昏上 乱 乱象 就是君 上就是君了 就是昏君 这个 乱象 乱象就是象 国家 这些君臣 都是很 很糟糕的这些人里面 你要不备 岂可得焉 岂可得焉 怎么可能呢 怎么能得到呢 此笔竿之间 抛心 笔竿这个乌象之道 就是那个 商咒 商咒 暴虐王 暴虐 这个笔竿是最后 他其实对他忠心耿耿了 最后是抛心 这个 而死的 就讲了这个话 这个话讲得非常的激愤 讲得也很好 了解庄子对当时的批判精神 我关心就是 你把这前后两段摆在一起 庄子这个逻辑混乱 庄子前面说我是贫 我这个是贫 我这个不是贝 前面是讲的这个话 后面就情不自禁地讲 这个是贝 混账乱象之间 能不贝行吗 实际上他也承认他自己贝了 对不对 严格地讲 那个卫王问他 没问错 你最后这个话就是承认 怎么可能不贝呢 他当然就是骂这些卫王 骂你们这些人很糟糕 这些统治者 在上的统治者非常糟糕 最后也承认自己贝了 这个实际上 我觉得他是失控的 但是这个失控里面 我觉得有意思就是 他的心意就表达出来了 其实有的时候就是 怎么讲 就是你 你 你 这种 前后的不一致 或者说甚至说是矛盾 其实关系不大 没有关系的 骂人有的时候就是骂得爽 骂出去 骂得痛快 装着这里骂得很痛快 就是当真面讲 你昏上乱象 你昏上乱象 所以使得什么 这些有道德的事都不能行 有事有道德 而不能行 所以这个 我觉得庄子是非常有意思的 我讲到庄子 这个最后骂得痛快淋漓 这个是最要求的